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现了疫情 短短几个月内整个沦陷的地区就翻倍涨 结果靠近中国的东盟也就这样沦陷了 越南的兽医局上个月底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递交这个疫情报告的时候就证实 当地史上第一次爆发非洲猪瘟 当时越南的兽医部门就发现 当地很多养殖猪场里头的猪只都生命了 在采集样本之后就发现是非洲猪瘟 有最新的消息就说 越南已经有12个省市都沦为疫区 那由于这个疫情是迅速的蔓延 越南的生猪肉价格也是随着大幅度的下跌 其中那些没有出现猪瘟的饲养地区 生猪肉的价格是从上个星期的 每公斤53,000越南币 大约是9令吉40千 下跌到这个星期的45,000越南币 大约是7令吉90千 而出现疫情的地区价格就更低了 每公斤只有38,000越南币 大约是6令吉70千 那就在亚洲出现非洲猪瘟之后 我国马来西亚这边从去年9月份 就开始禁止中国生猪肉产品进口 那面对越南也失守 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 上个月也宣布禁止越南的猪肉及产品进入我国 当然这波疫情也是特别引起关注 尤其我们跟越南非常的靠近 很多专家都担心我国这边是不是对这波的疫情蔓延 采取足够的措施呢 其中就有分析认为 马来西亚虽然没有天灾 但是我们曾经受过流行传染病的影响 例如20年前的立白病毒 H5N1 禽流感以及手足口症等等 我国看起来应该是有足够的防疫经验 但始终还是会担心 我国的养竹业是否可以再经得起另外一波的打击呢 那沈志勤就说 尽管我国已经实施了全面的监管措施 但是这方面还是需要人民跟游客的配合 那非洲猪瘟其实是上个世纪第一次在肯尼亚地区发现 那之后就存在于马达加斯以及萨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1957年的时候就传入了欧洲葡萄牙 至此呢就扩散到了欧洲跟美洲 而去年就开始跨境传入了俄罗斯 最终呢在去年8月份中国就失守了 可能你会好奇 我国明明就有自己的养猪场 还需要靠外国入口吗 那其实我国养猪场所生产的猪肉 只能够满足国内93.7%的需求 因此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向其他的国家进口猪肉 其中包括了中国还有越南 换一个焦点 泰国一踏入2019年的时候就面对空气污染这个大问题 结果到现在3月了 当地的空污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有一些地区呢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在北部清迈府的空气质量的是既不恶化 烟埋笼罩着整个城市 当地呢现在是成为了全球空气质量最糟糕的城市 不只是这样啊 空气质量检测网站AirVisher就指出 泰国其实是有两个城市 登上了全球空气质量最糟糕城市的榜单里头 除了清迈是第一名上榜的还有曼谷 那根据了解清迈府空气中的细旋幅威力PM2.5浓度 是持续的飙升 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26点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是十分危险的 那烟埋笼罩着全城呢是连高山都看不到啊 那排名第10的曼谷呢指数也有164点 都是处于危险的水平 因此官方就特别提醒 所有人尤其是孕妇儿童老人 以及那些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 应该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 而就在泰国遇上这种情况的同时呢 泰国政府的一项新禁令算是来得特别及时 这个禁令呢就是特别针对烟民的 当地著名的旅游经典Pattaya 就祭出最新的禁烟法 当地的各式交通工具上呢都禁止吸烟 包括了巴士啊 小巴 双条车 都督车 计程车等等 通通都禁止吸烟 甚至是车站还有等待区呢 也都是列入了不可以吸烟的范围内 那违力者将面对最高5000泰铢的罚款 无论如何官方就表示 禁烟区就只限等待区和车站5公尺内的距离 在这一外吸烟的话都不开罚 同时也会增设吸烟区 那其实泰国政府为了维护沙滩的环境 早在2017年两年前就已经下令 全泰国20座的海滩一律禁烟 而巴拿亚的公家单位呢 这次颁出的这个最新法令就算是一个进阶版啦 那在这里要提醒你 其实电子烟在泰国也是违法的 因为当地的政府就认为 电子烟有害民众的健康 2017年底就已经宣布 携带电子烟和相关的设备 都是犯法的行为 那假如你被发现在泰国携带 使用进出口或是销售电子烟的话呢 最高的刑罚是坐牢5年 以及罚款50万泰铢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各报的正经新闻 新报的STAR 毒气污染正在柔佛的工业城镇 巴西古当蔓延 接近1000人接受治疗 共有111所学校 因为津津和污染事件而关闭 如佛州务大臣说情况危急 但目前还没有必要颁布紧急状态 新州日报 巴西古当金金和污染范围再扩散 教育部长马智里昨天傍晚宣布 巴西古当区内受污染事件停课的学校 共有43所 随后在晚间10点30分宣布 巴西古当111所学校即日起全面关闭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中国报 涉嫌刺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哥哥金正男的印尼籍 女嫌犯西蒂艾莎被扣留审讯两年23天之后获释 她指出我再也不会到马来西亚了 南洋商报 政府计划修改法令 强制私人领域雇主必须让妻子 淋盆生产的男雇员享有长达7天的赔产假 光明日报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说 在废死课题上 政府已经决定只废除强制性死刑 将有11项强制性死刑罪被移除 光华日报 槟城首席部长曹关尤指出 86拜国际机场扩建计划已经通过公开招标 委任工程咨询顾问进行工程设计 预计可以在2020年6月动工 全工程耗时36个月 直播吧 最小东盟 今天为你跟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Cindia Xenray 我们明天再聊